打个喷嚏身体不由自主就会往前倾 若是在开车途中 突如其来的喷嚏可能影响行车安全 先打个警示灯 然后就是慢慢的减缓速度 因为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再打喷嚏 去年有一名李小姐行驶在国道上时 突然减速变换车道 被后方驾驶拍照检举 未遇突发状况任意骤然减速 遭到开罚一万八千元 吊扣驾照半年 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工程当下是因为打喷嚏方向盘偏移 才会突然刹车降速来稳固车身 地缘审理后发现 检举的车辆时速是一百一十五公里 与前车的距离只有四十公尺 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 因此撤销李小姐的罚单 没有办法认定原告的减速行为 已经构成任意突然减速的 危险驾驶行为 所以撤销员处分 这样判决是蛮合理的啦 大家都会被吓到 可是只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来得及刹车啦 大部分的民众都认为判决合理 因为打喷嚏是身体反应动作 难以控制 李小姐差点因此吃上万元罚单 还好最后获判免罚 记者蔡顿林宏吉魏少宇南投报道 请 disclosu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